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我们度假的方式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我们度假的方式 Be Independent AI聊天机器人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可以帮助旅行者预定航班、订酒店 并提供餐厅和景点推荐 这些聊天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化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 来理解和回答人类的问题 他们甚至可以从以前的互动中学习 以改进其回答 除了聊天机器人 人工智能还被用于分析数据 并为旅行者提供个性化建议 例如 Airbnb和Expedia等公司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用户数据 为住宿和活动提供个性化建议 这不仅帮助旅行者 找到符合器偏好和预算的最佳选择 还有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人工智能还被用于提高旅行运营的效率 例如 航空公司使用人工智能 优化航班路线和时间表 减少延误 提高准点率 酒店使用人工智能 自动化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 使其更快速和便利 旅行社使用人工智能 自动化重负性任务 如处理预定和管理客户查询 当然 在旅行中使用人工智能仍然存在挑战和担忧 隐私和安全是主要关注点 因为人工智能系统收集和分析大量个人数据 人们还担心 人工智能可能自动化 许多目前由人类执行的任务 从而导致工作被取代 然而 支持者认为 人工智能有潜力提升旅行体验 使其更加个性化 高效和愉悦 定义 人物与事件 影响 人工智能在旅行行业的定义与发展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过程的技术 包括学习 推理和自我修正的能力 在旅行行业 人工智能的应用始于21世纪初 随着算法、计算能力和数据可用性的进步 AI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也日趋成熟 现在 AI可以帮助旅行者规划行程 预定服务 并提供个性化的旅游建议 极大的改变了传统的旅行预定和体验过程 AI聊天机器人 在旅行预定中的角色 聊天机器人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话系统 能够通过文本或语音与人类进行互动 在旅行领域 聊天机器人的应用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早期 如Hitmonk和Kyatt等旅行搜索引擎 开始采用机器人提供客户服务 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代聊天机器人 如Almadeus的Otia和KLM的BlueBot等 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NL技术更加准确地理解旅行者的需求 并提供定制化的航班和酒店预定服务 机器学习在个性化旅行建议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是AI的一个分支 它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做出决策或预测 在旅行行业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分析旅行者的历史数据 搜索偏好和行为模式 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例如 Airbnb利用机器学习算法 推出了Airbnb推荐功能 该功能可以根据用户的旅行历史和喜好 推荐住宿地点 Expedia也使用类似的技术 为用户推荐旅行目的地和活动 人工智能优化航班路线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优化航班路线和时间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帮助航空公司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通过分析天气模式 航空流量和机场运营数据 AI系统能够预测并减少航班延误的可能性 例如 2018年 美国航空公司Delta引入了AI驱动的应用程序 旨在通过更好的调度决策减少航班延误 人工智能在旅行中的隐私与安全担忧 尽管人工智能在旅行行业带来了便利和效率 但它也引发了关于隐私和安全的担忧 AI系统通常需要处理大量的个人和敏感数据 包括旅行者的行程 支付信息和个人偏好 这些数据如果没有得到妥善保护 可能会遭受黑客攻击或不当使用 因此 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 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对于确保旅行者信息安全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对旅行业的长远影响 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仅改变了旅行者的预定和体验方式 也对旅行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影响 虽然某些任务可能会被自动化 但也有观点认为 AI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并提升服务质量 长远来看 人工智能预计将继续深化其在旅行行业的应用 推动行业向更加个性化 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同时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旅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和监管机构 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挑战 确保技术的积极应用 同时保障旅行者的权益 AI聊天机器人预定航班的准确性和效率如何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概念与发展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人工智能 AI聊天机器人作为一种新兴的用户界面 其应用领域正逐渐扩展到旅游和航空业 聊天机器人是一种基于AI的对话系统 它能够模拟人类的对话行为 通过文本或语音与用户交流 早期的聊天机器人主要依赖预设的脚本 和简单的关键词匹配来回答问题 但随着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NLP技术的进步 现代聊天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AI聊天机器人在航班预定中的应用 AI聊天机器人在航班预定领域的应用 始于2010年代中期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旅行者开始寻求更加便捷的预定方式 例如2016年 Facebook推出Messenger平台上的聊天机器人服务 允许航空公司如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通过聊天机器人与旅客互动 为其提供航班搜索 预定和客户支持服务 预定准确性的提升 AI聊天机器人在航班预定准确性方面的提升 得益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不断优化 这些算法能够从用户的查询和交互中学习 不断改进对用户意图的理解 通过分析大量的用户数据 聊天机器人可以更准确地识别用户的需求 从而提供符合用户期望的航班选项 此外 聊天机器人还能够处理复杂的多轮对话 逐步细化搜索条件 以达到更高的预定准确性 效率的优化 在效率方面 AI聊天机器人通过自动化的对话流程 显著减少了用户在航班预定过程中的等待时间 与传统的客服电话相比 聊天机器人能够同时处理多个用户的请求 大幅提升服务效率 此外 聊天机器人的24期不间断服务能力 为用户提供了随时随地预定航班的可能 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 隐私与安全性的考量 尽管 AI聊天机器人在航班预定中展现出高效率和准确性 但隐私和安全性的问题也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为了保护用户数据 聊天机器人的开发者需要遵守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 如GDPR 并采用加密通信 数据匿名化等技术手段来保障用户信息的安全 同时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也需确保在收集用户数据 进行个性化服务时 能够得到用户的明确同意 未来趋势于挑战 展望未来 AI聊天机器人在航班预定领域的应用将继续扩展 但也面临着技术和伦理上的挑战 技术上 如何进一步提高聊天机器人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以处理更复杂的用户需求和情境 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伦理上 如何平衡个性化服务和用户隐私保护 是聊天机器人开发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此外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 聊天机器人在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旅行咨询 和服务方面的潜力巨大 预示着旅行预定方式的进一步变革 机器学习如何根据旅客偏好提供个性化旅行建议 机器学习在旅游推荐系统中的基础原理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使得计算机系统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做出决策 在旅游业中 机器学习算法可用于分析旅客的行为数据 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这一过程通常涉及数据预处理 特征提取 模型训练和结果评估等步骤 透过这些步骤 机器学习模型能够识别旅客偏好的模式 并根据这些模式进行预测和推荐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为了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首先需要收集旅客的数据 这可能包括旅客的搜索历史 预定记录 评论反馈和社交媒体活动等 这些数据在预处理阶段将被清洗和格式化 以便去除噪声和不相关的信息 并将数据转化为模型能够处理的格式 特征提取与选择 在预处理完成后 接下来的步骤是从数据中提取特征 特征是指那些能够代表旅客偏好和行为的数据属性 这可能包括旅客选择的目的地类型 旅行时间 预算范围 住宿偏好等 特征选择的目的是找出最有预测力的特征 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效率 模型训练与优化 特征提取之后 选定的特征将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 这涉及选择适当的算法 如决策数 支持向量机或神经网络 并使用历史数据来训练模型 在训练过程中 模型将学习特征与旅行偏好之间的关联 为了提高模型的性能 还需要进行参数调整和交叉验证等优化步骤 个性化推荐的生成 一旦模型训练完成 它就可以用于生成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当旅客进行搜索或浏览时 模型会根据旅客的特征和过去的行为来预测其偏好 并推荐相应的旅游产品或服务 这些推荐可能包括特定的酒店 旅游套餐 活动或甚至是定制的行程 效果评估与持续学习 为了确保推荐系统的有效性 需要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 这通常通过测量推荐的准确率 召回率和off-e分数等指标来实现 此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旅客的偏好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 模型需要不断地从新的用户反馈中学习 以实现持续的优化和更新 隐私与伦理考量 在使用机器学习提供个性化旅行建议的同时 也必须考虑隐私和伦理问题 旅游公司需要确保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律 如GDPR 同时 需要向旅客明确通报数据的使用方式 并获取他们的同意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机器学习在提供个性化旅行建议方面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增强 未来的旅游推荐系统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和丰富的个性化体验 然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 旅游业需要持续投资于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同时也要解决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挑战 人工智能在优化航班路线时考虑了哪些因素 人工智能在航班路线优化中的应用简介 人工智能AI技术 在航空运输管理中的应用 特别是在航班路线的优化上 已成为提高航空公司运营效率和旅客满意度的关键工具 通过综合考虑多种复杂因素来制定最优航班计划 AI系统能够提供高效的航线安排 减少延误 降低成本 并提升旅客体验 航班调度的复杂性 航班调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 涉及到航班时间、机场容量、机队分配以及乘务人员排班等多个方面 传统的航班调度依赖于运营人员的经验和直觉进行规划 这不仅耗时而且可能无法达到最优节 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方法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需求 人工智能考虑的关键因素 在优化航班路线时 AI系统需要考虑多个关键因素 以确保航班计划的实用性和经济性 这些因素包括 一、机场运营限制 AI系统需考虑机场的起降能力 跑道使用情况 维修设施的可用性 以及航站楼的客流处理能力 二、空中交通控制 航班路线必须符合空中交通管制的规定 包括飞行高度、航道以及避免空中交通拥堵的要求 三、气象条件 气象条件是影响航班安全和准点率的重要因素 AI系统需要实时收集和分析气象数据 以规避恶劣天气 四、机队管理 考虑到机队的规模、飞机类型以及维护周期 AI系统需要合理安排飞机的使用和维护计划 五、乘客需求 旅客的需求变化会影响航班的需求预测 AI系统需要根据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预测旅客流量 并据此调整航班计划 六、经济因素 包括燃油成本、机场费用、航空公司的成本结构等 这些都需要AI系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七、法规遵从 国际和地区的航空法规以及环保要求也是 AI在航班路线优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人工智能优化流程 AI系统在优化航班路线时通常采用以下流程 一、数据收集 收集相关的航班数据、机场信息、气象数据、航空法规等 二、数据分析 利用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 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三、模型构建 建立适用于航班调度的优化模型 如线性规划模型或遗传算法模型 四、仿真测试 在虚拟环境中测试优化模型 评估不同方案的有效性 五、时宇调整 将优化后的航班计划应用于实际运营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隐私与安全性的考虑 在使用AI进行航班路线优化的过程中 也必须考虑到数据的隐私和安全性问题 航空公司需要确保所有收集和分析的数据 符合相关的隐私法规 并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防止数据泄漏 未来发展的趋势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航空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 未来的航班路线优化 将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 AI系统将能够实时响应各种突发情况 并实时调整航班计划 以确保航班的高效运行和旅客的最佳体验 总结 人工智能在航班路线优化中的应用 通过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为航空公司提供了高效 经济的航班调度方案 随着技术的发展 AI在航空运营管理中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将进一步提升航空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各位观众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如何彻底改变我们度假的方式 首先 我们谈到了AI聊天机器人的应用 这些聊天机器人 可以预订航班 订酒店 还可以提供餐厅和景点推荐 他们不断学习和改进 让我们的度假体验更加个性化和高效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机器学习在旅行建议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分析用户数据 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这不仅帮助我们找到符合我们偏好和预算的最佳选择 还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此外我们还谈到了人工智能在旅行运营中的应用 航空公司使用人工智能优化航班路线和时间表 减少延误提高准点率 酒店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化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 使其更快速和便利 旅行社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化重复性任务 如处理预定和管理客户查询 当然 人工智能在旅行中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担忧 如隐私和安全问题 以及对工作岗位的影响 但支持者认为 人工智能有潜力提升旅行体验 使其更加个性化 高效和愉悦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已经体验过人工智能在度假中的应用 你对于人工智能在旅行行业的发展有何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